第28題 在某部卡通影片中出現以下的情節 哈利被恐龍抓住 情急之下他拿下近視眼鏡來聚集太陽光 灼傷恐龍並趁機逃走 有關於 他拿下近視眼鏡來聚集光線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曉得近視眼鏡是要讓光穿過的 所以他是一個透鏡他不會是面鏡 所以A跟B都錯的 我們也背過 我們治療近視眼是要帶凹透鏡 因為他的匯聚太早 所以我們要帶凹透鏡幫他發散一下 因此他凹透鏡的特徵就是他會發散光線 他不會聚集光線 所以第28題問我們說 有關他拿下近視眼鏡來聚集光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近視眼鏡是一種凹透鏡 在空域中無法聚集太陽光 故此進行不符合科學原理 餘悲